音乐 就因为拥有这一连串的伟大的目标 才造就了这五个批来带领我们 前排所有的领袖 都在短短的两三年以内成为了百万富翁 来我们现在掌声送给这一位伟大的人物 对真的 真的非常的伟大 那我们就觉得 Sam我们都一直在想说 赢在立位 这个志愿 是我们今天的关键 我们怎么赢回这一个人生 我们一直以来所失去的 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在立位找回来 那可是 Shunny都一直在觉得说 我们除了赢在立位 更重要的是 我们赢在 Dr. Lim Boon Hong 这更伟大的事情呢 就是呢 他刚刚获得了 全球50位 50岁以下的华商精英 掌声送给我们的Dr. Lim 这是非常伟大的 那他是我们大家的 伟人 我们的恩人 我们的爱人 我们的朋友 加油 他神采稳略 他敢于挑战 又没创新 他具有敏锐的洞察力 洞悉市场脉搏 他有如大海中的灯塔 一直引领着团队 在奋斗的路上 他以正直 正派 正面的理念 由上至下 贯彻了V-Way 企业文化 他用意志和信念 踏出了V-Way 无数公园的业绩 团队共同洗下了 无数的神话 从五年前 无道以后 到今天 过新力四亿业绩 展现出他各种 无道的引荐 与超强意志力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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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他的作全全 十二 十四亿下 杰鲁马上进行 为他各人 给V-Way 写下了新的历史 连让 他就是V-Way 核心的力 V-Way 创代人间总裁 林文芬博士 谢谢大家的掌声 刚才我在下面听 这五位讲 真的给Andy害死 完美开始讲 就想哭了 真的 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过去几个礼拜 这五位 真的 吃不下 睡不着 不我相信 他们现在的感受 一定是最好的 真的 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 我为他们感觉到骄傲 真的 那个Sandy说 还说他讲得不好 他的太好了 真的 他的太好了 刚才他们分析了几个批过后 那五个批 他们分析了五个批过后 真的 没有一个批 比另外一个批重要 虽然刚才他们抢来抢去 看谁都比较重要 不过我是觉得 这五个批都同样重要 不过我们要知道的就是 直销这个行业 它是以人为主的行业 以人为中心的行业 成也在人 败也在人的行业 所以要是我没有我的批 他们五个批都没有用 对不对啊 对了 人 直销我时常跟人家分享 很多人跟我讲说 直销是一个没有跟的行业 你们同意吗 你所建立的全部都在那个公司上 你所付出的努力 你花了三年 五年 十年 你都是建立的在那个公司上 跟是公司的 如果公司倒闭了 如果公司关了 那么你一切都没了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我个人的看法是 组织是有跟的 直销是有跟的 它的跟到底在什么地方呢 可能今天我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不过这个可能会比较敏感 不过今天这些主题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对不对啊 让大家了解真相 让大家了解 到底reway是什么东西 刚才他们所讲的都是事实 除了说我是什么神以外 我配神 我就是一个人 跟你们没有两样的人 刚才四天还说 什么五十岁以下的 什么啊 只有李嘉诚啊 郭鹤连啊 哪过 我配 我算什么 我们还没开始 各位 我们正要开始 那么我们直销的跟到底在什么地方 就是今天如果这五个P都没有了 你的组织还有谁要跟着你现在 那就是你的跟 要是这五个P都没有了 你还想跟谁 那个就是那个人的跟 就是最终最后 这些根本只不过是一个平台 只不过是一个设施 让我们能够借到力 来建立自己本身的跟 对不对啊 各位今天要是这五个P都没有了 还有五百人 还有一千人在那边等着你 老大 要去什么地方 你说 走这边 他们全部就跟你走这边 那你过去所建立的五年十年 所建立的组织 有没有白费呢 有没有不见掉呢 没有 那就是你的跟 那么既然是这样 那么我们到底要是一个怎样的人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我给你们看到的 就是真正组织的真相是什么 今天我们建立起来的组织 到底是真相还是假相 我们不需要欺骗自己本身的 我们要看到的是真相 我们要看到的是事实 我们才能够去走下一步 我们才能够去更高的地方 要是我们整天活在那些 假相当中 整天活在那些甜言蜜语当中 整天活在那些 不实际的生活当中 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 我们是没有办法成长的 所以到底什么是组织的真相 那么要了解组织的真相 很残忍 非常的残忍 那么就必须要有事情发生 所以你以为从来不怕事情发生 甚至他准备 每个时刻都做好心理准备 等这事情发生 甚至我们还会去迎接事情发生 因为当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 我们的组织的真相 给你们一个例子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公司对面 太多一家主销公司 非常大的 非常了不起的 产品看起来好像比我们的 Bertetat版数好 那么 哇 制度好像更好赚 对吧 在这个时候 它大规模地来我们 reway拉人 是不是问题 是不是难题 有没有可能发生 有可能发生 好了 当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知道我会有什么反应吗 你知道我会怎样吗 我的反应 不是现在这样的规模 我才有这样的反应 当我们reway没有超过五个人的时候 我都讲同样的东西 咱们可以作证 就是我会开着reway的大门 让他拉 拉走的 剩下的 就是真相 各位 对吧 我99年 开始做指销 在我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 我就开始做指销 那么做了一段时间过后 新加坡需要服兵役 对不对 我就回去服兵役 当我回去服兵役的时候 两个星期 回来公司的时候 我的组织不见掉了 我辛辛苦苦建立了组织 我引以为傲的一个组织 有二三十个人 那个时候 一个都没有掉 我每个电话都不肯听我的电话 我那个时候 为什么会不见掉 因为有一个旁线领导人 去到另外一家公司 我就把我的组织全部拉去那边 我那个时候告诉你 我跟我自己讲 王八蛋那个 在外面不要给我看到 指责 我埋怨申诉 整天在指责他 那个王八蛋拉我的组织 是不是事实 是事实 他真的拉我的组织 而且我也埋怨新加坡的国民服役 我跟我本身自己讲 之前我在当兵的时候 我是非常非常 我是一个不散的人 我不喜欢散的 如果要我做一样东西 我一定会去做的 而且我会去抢做 我会做第一个的那种 如果应该我做的事情 所以那个时候 我甚至埋怨国民服役 去怎么当什么鬼兵 害我回来组织导 当然我没有放弃 我继续地做 继续地做 又建起另外一个组织出来了 那个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了 我的上线领导人离开 去另外一家公司 我就把我大部分的组织 全部拉过去 我那个时候相同的 第二次了 不要让我没关系 不要给我这个组织 不要给我这个组织 没遇到 我看你一次 我打你一次 我跟你讲 我敌人 是不是这样 然后我的组织 第三次发生了 又发生了 就是我第三次又建起来了 当时公司的001离开 又搞了一大堆 结果组织又不见了 这一次我开始思考了 这一次我开始想了 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没完没了的 事情一直都会不断地发生 对不对啊 我们不能够期盼风平浪静 一帆风顺 这样一路这样倍增下去的 有没有可能的各位 人生不是这样的 人生就是有问题的 人生就是会有难题来考验我们的 那么我知道我这样 如果我一直不断地指责别人 我一直不断地埋怨申诉下去的话 我知道这件事情 它将会一直不断地发生在我身上 所以我在想 到底是他们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呢 所以这一次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建立另外一个新的组织上来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解到什么叫组织的真相 其实那个是在十多年前 当我建最后一次组织的时候呢 我知道这一次我建起来的组织 我们组织之间彼此的关系和感情 和我所做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要是很对的 必须要不可以有太多洞 要不然我不够盖 刚才好像刚才都讲了 十个洞一个盖 死定了不懂要盖哪一个 对不对呀 我要建立一个组织 就算公司倒了 我的组织都不会倒的组织 老大师我就是这样建 后来的确的 真的 我建起这样的一个组织过 后来真的是公司真的是没有办法下去了 我们离开那间公司的时候 我就扮演过很多 从那时候开始 我就扮演很多不同的角色 一直到今天 那么我曾经做过直销商 所以我完全了解一个直销商的感受 我做过直销领导人 我做过直销的管理层 我也做过专业的讲师 我也做过企业的管理人 所以那个时候我出来 要开公司的时候 的的确确 不是因为我想要赚钱 你们不要误会 我没有这样伟大说我不喜欢钱 不是 很多人讲老板不喜欢钱 他喜欢我们 两个都喜欢啦其实 这样比较公平嘛 对吧 我们要看的是真相现在 我们组织的真相就是这样 在我组织里面到底有怎样的人 到底在我的身上 他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我可以贡献一些什么东西出来 那才是最重要的 好了 今天我谈的主题呢 是人物 从产品 步骤 制度 市场 一直到公司 这五个东西 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P 就是人 就是在座的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造就今天的reway 也就是因为在座的这个房间里面的人 造就明天的reway 所以 今天我们要开始分析人 这是今天我的责任 那么好了 大体上呢 人可以分成四种 在社会上也好 在组织里面也好 第一种人呢 叫做人渣 人渣就是什么 他是一种怎样的人呢 一般上平常普通人就是人渣 什么都不要做 什么都不要做 你看他讲他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要 成为 家庭的负担 成为社会的负担的这种人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这样的人 这种人我把它归类在人渣 那么第二种人呢 叫做人手 人手 我们要做一个项目 不够人 我们需要人手 有没有 就是说这些人手呢 在这个 category里面 这个范围里面呢 他是属于能够帮了上忙的 一些跟从者 一些比较听话的 你像他做这个 他就做 你骂他 他也事事事事 就属于人手 第三种人呢 叫做人才 就是能力强了 很有能力的 能够执行出某一些东西的 就是能够执行 有执行力的 有能力的 有自己的想法的 那种叫人才 不过一般上人才 都会比较难管理 对不对 通常人才是什么 就是会去你对面 开拓一家的 那叫人才 第四种人叫什么人 叫做人物 要成为一个人物 通常一千人里面 只有一个人 一万人里面 通常就一两个人 的那一种人 就是能力非常强 其实态度非常的好 一站出来 就是领导人 的那种样子 那么什么人都可以配合 什么人的关系都很好 这种我把它叫做人物 所以今天我们要成功 最低限度 我们要至少人才以上 是不是啊 什么是人才 人才就是有能力的 那么我们要怎样才可以有能力呢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非常好学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学习态度非常好的人 在座各位 有些人千里迢迢坐飞机 有些人年夜赶路 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参加一个课程 你们都是一群非常与众不同 非常好学的一群人 给你们自己打算一个掌声 真的 你们绝对 在不久的将来 不是人才 就是人物的人 好了 那么还有一种方法 就是可以制造人才的地方 就是环境 有一句话叫做环境就是结果 对吧 为什么环境就是结果 我把一个婴孩 去到一个岛上 放在那边 给一群猴子从小带大 20年以后 这个人 他的所作所为像什么 变成猴子 对吧 你在怎样的环境 你变成怎样的人 你跟酒鬼在一起 你就是酒鬼 你跟毒鬼在一起 你就是毒鬼 对吗 你跟毒鬼 酒鬼这些鬼在一起 你变成什么 魔鬼 有没有 开玩笑 就是环境 就是结果 为什么 因为环境 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一个勤劳的环境 可以把你变成勤劳的人 一个积极的环境 可以把你变成一个积极的人 一个整天埋怨生疏的环境 会导致你成为一个整天埋怨生疏的人 所以环境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 而一个人有怎样的性格 他就会有怎样的习惯 你有怎样的习惯 你就会有怎样的动作 你有怎样的动作 你就会有怎样的思想 而你有怎样的思想 就代表你会有怎样的结果 所以环境就是结果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必须要选择一个很对的环境 因为环境就是结果 各位 所以今天你要开始注意你身边的人是谁 你身边的人是积极的比较多 建设性的比较多 还是消极的比较多 破坏性的比较多 你身边的人是否能够帮助你更加的成功 所以我们要选择这样的环境 那么Reway这个环境你们觉得怎么样 Reway这个环境你们觉得OK吗 才OK啊 我死啊 我们已经制造一个非常棒 非常正面 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啊 所以 我经常讲 我们讲环境 要怎么制造出来 什么叫环境 环境要怎么制造出来 环境由文化制造出来 你们都懂Reway的文化是什么吗 Reway有没有文化 什么文化 正直正面正派 对不对啊 其实Reway的文化不只正直正面正派 不只 其实Reway主要是要我们成为一个 更完整的人 这是Reway的出发点 这是我开Reway公司的时候 我最主要的出发点 因为从我们的logo就知道了 六条线 六条线代表什么 就是我们人生六大目标 对不对啊 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快乐的人 成为一个更平衡的人 我们要很平衡的朝下这六道目标迈进 都懂六道目标是什么吗 今天要加入Reway 你必须要懂 这就是Reway的出发点 和开Reway的目的 我要得到的不只是说 在Reway可以赚到钱这么简单 或者说嘴巴讲正直正面正派 很了不起 不是的 它是真正的 我们要制造这样一个文化 然后有这样的环境 然后导致到最后 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结果 包括这个环境也要影响回我自己本身 那么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 经济上要独立 你必须要有经济能力 你经济必须要成功 经济方面就是钱方面 你说重要吗 重要吗 我很清楚的记得 我什么时候对金钱突然间觉得很重要 就是我第二个儿子出事的时候 当我第二个儿子在我老婆的肚子里面的时候 那时候我老婆就发现到 他身体里面有长一个瘤 这个瘤就压着他其中一个器官 那么器官就导致他的这个器官不能够运作 导致他的这个人水肿的很严重 身体就多了一种镇定剂 特别多这样的镇定剂 变成那个时候我儿子出事的时候 他必须要进去那种小孩子的ICU两个星期 你们知道一天要多少钱吗 那个ICU不是那种搭搭间的 只是一个小盒子 这样大的盒子 那种装饰的 我在外面叫人家订做大概三十块一个 他就在那个小盒子里面 两个星期 一天九百块新币 所以那个时候我老婆一生孩子过后 马上就要开刀 他在生孩子的时候 有三个专科医生在看着他 所以那时候第二个儿子出事的时候 就花了相当多钱 那个是在我开日月之前 那时候我看着我儿子的时候 我站在那边 那时候是我第一个看到 我老婆还没看到的时候 我是第一个看到 我站在那边看的时候 我就跟我自己讲 要是没钱怎么办 还好那个时候我有钱 要是我没钱怎么办 不但失去儿子 甚至还会失去老婆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 很多人讲说 他跟我讲说 而且我就觉得假清高 真的 他跟我讲说钱不重要 他身边所有的问题 都是因为钱而导致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经济上一定要成功 今天你要帮人 你先搞定自己本身 对不对 今天我们很想帮人 不过你自己 你菩萨过江都难保了 你怎么帮人 所以我们经济上一定要成功 接下来我们身体一定要健康 我们必须能够走 能够吃 能够睡 能够做我们想做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足够的精力 这两个方面 公司的制度 和公司的产品 完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V位一直在卖的东西 第三就是 我们的社交方面 我们身边有怎样的朋友 而我们对我们的朋友 有怎样的影响 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怎样的朋友 我拿我这个东西来做标准 就是 当我交上一个朋友的时候 这个朋友的父母亲 会因为他的儿子 认识到我 而很高兴 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我十年前就跟我自己讲 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对朋友身边的朋友有正面影响的人 因为我 他们不会学坏 因为我 他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更上进的人 更勤劳的人 我想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当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你觉得你身边的朋友会不会好 身边会不会有很多好朋友 身边会有很多好朋友 我常常跟人家讲 今天什么成就 什么reway 什么五十大 真的 或者赚到什么钱 对我来讲 这不算成就 我觉得我最大的成就 而我觉得对我自己最骄傲的是什么 第一 就是 我够胆 我不怕 我有胆量 这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很骄傲的 第二就是 我有很多好朋友 我的好朋友不只是在reway 我在外面也有很多好朋友 都想做reway 我不让他们做而已 好了 那么第四是什么 就是社交方面 我们要有 外面要有朋友的 各位 越多朋友 你就越多机会 越多机会 你肯定越来越成功的 好了 我们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思想上的目标 我们到底我们思想上有什么东西 里面有一些什么知识 今天有很多人不肯学习 你跟他讲 叫他做这个 哎呀 这个我不可以 叫他做那个 哎呀 这个我不行 这个我不能够 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这个不可以 跟他讲话 他没有知识 变成他就没有这样的自信心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需要你们 再一次的给这五位一个掌声 真的 大部分都没什么读书 华文字都不会写一个 有一些 真的 你看到他们的 他们写的东西 有时候我在那边看的时候 老实讲 我真的很想笑的 其实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 十多年来 我看到太多人了 所以我们要好学 他们非常非常地好学 他们非常非常肯接受挑战 不是他们而已 我们公司所有的领导人 都是这样的 我每一个电话打去 没有一个人拒绝过我 真的 我真的需要 你们给他们一个真的掌声 真的 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虽然他们的电话的声音 是在发抖 他们都说 谢谢老板 谢谢给我这样的机会 都是先扛起来再讲的 真的 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好事 会有这样的一种回报 真的 真的 我需要你们再给他们一个掌声 真的 非常非常好学 非常 学习态度非常地好 所以我们要多学习 各位 我们才会有知识 有了知识 我们才会更有自信心 没有人喜欢跟没有自信心的人 讲话或者交朋友 我们要 什么话题都能够讲 成为一个很有趣的人 要说 哎呀 这种话题我不会讲的 这种话题我不可以的 不要 我们说这个我也会一点 那个我也会一点 我成为一个很有好奇心的人 想要去研究 想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 不要二十年前不会读这个字 二十年后又不会读这个字的 十五年前不会写 十五年后还是不会写 就是十多年来没有改变的 那种你要讲什么成功 对不对 所以我们人的知识 思想上很饱满 这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目标来的 那么第五 家庭上的和谐 我们家庭必须要是幸福的 今天如果说 你每个人都有自己本身的家庭 有可能今天你已经有结婚了 有孩子了 那么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 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 成为一个更孝顺父母亲的孩子 成为一个更好的老公 更体贴老婆的老公 成为一个更了解老公的老婆 去确保我们自己本身的家庭是幸福的 各位因为那是你自己的 我会去确保我自己的 你再好的那个朋友 不会孝顺你的父母亲的 你必须要去做它 你必须要确保你的家庭是和谐的 要不然的话 它将不会达到 等一下我要跟你们讲的东西 那么第六就是 精神上 不要整天想那些不三不四的东西 不要整天在想要 想那些很邪恶的东西 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很正直正派 正面 能够顶天立地的一个人 能够站出去外面 你能够去哪里都可以的 你敢面对任何人的 今天有很多人做生意也好 做传销也好 做到什么地方都不敢去 有没有听过 有看过吗 你叫他去泰国 他说泰国我不可以去的 因为以前我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那边有很多人在追我的载 或者说这个地方也不能去 那个地方也不能去 做到要躲躲散散 我们要做到心胸开朗解脱 做的生意没有所谓 做出去就是做出去 讲到就做到的一个人 成为一个能够顶天立地的一个人 那么这六个东西为什么我会再重复多一次呢 因为这六个目标的目的 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很自由的人 其中一个没有你不自由 家庭不和谐你不自由 对不对呀 你要去哪里不可以 你妈妈说不可以 你老婆说不可以 你老公说不可以 你要做这个不可以 你要做那个不可以 对不对呀 所以家庭要和谐 家庭要幸福 你要成为你要是一个怎样的人 他们才会信任你 他们才会放心让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 没有健康 自不自由啊 不自由 你很难 你要做什么都不可以 没有钱 自不自由啊 不自由 你要做这个也不可以 那个也不可以 为什么最终目的是让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呢 因为这就是人生最主要的目的 我们要自由 对不对呀 因为没有自由是一种惩罚 对不对呀 当你做错事情的时候 他把你关在哪里 监牢里面 让你失去自由 所以你看当我们失去自由的时候 它是一种痛苦 意思也就是说 人在追求的就是自由 对不对呀 而一个人真的要得到真正的自由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做好这人生六大的目标 这才是Risen V-Way的文化 这也是我们一直想要迈进的 想要制造一个平台能够帮助很多人 迈进的一个目标 从我们自己本身开始 所以我们并不是做了什么伟大的事情 我们只是把自己想要的 我把它做好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复制 一个一个复制 复制到今天 真的没有什么伟大的事情 都是我们把每一样小事情做得好 然后坚持 才会到今天的 所以Risen V-Way本身呢 有三种人 导致会有今天的Risen V-Way 和未来的Risen V-Way 第一种人 是Risen V-Way开始的时候的人 Risen V-Way开始的时候 就是我和我们的VP Claudia 两个人 那38罐的话呢 刚才不是讲38罐 sample 都不是我卖的 是Claudia卖的 所以我们给Claudia一个掌声 很厉害 非常恐怖 你给他大便 他都卖得住的一个人 很可怕的 那么 那个时候 跟Claudia开始 那么就前面的一批人 一群人 非常相信我们 里面包括 那是从新加坡开始 就是Albert Simon 南仔 老大 光叔 宝叶姐 这些人 很多人不知道 不认为会有今天 他们扮演的角色 非常非常非常重要 他们就是一群 在保护着公司 在帮公司扛起 很大的责任的一群人 我们才有可能 来到Reway的今天 所以我真的 还有Mr.Lo Sorry Mr.Lo 虽然刚开始 当然没有 刚开始他是在看报纸 不要理我们 不还是很早期 就加入Reway的人 就是这些人 导致会有今天的Reway 我真的需要 有时候我在想 那时候真的 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呢 我真的是不明白 不过那个时候 老实讲我们 做的每一场会议 就算只有三个人 五个人 我们都觉得不错了 我们都觉得很大了 我们都会 去珍惜 我们现在有的东西 我们没有去想过说 这个我们没有 那个我们没有 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过 我们没有什么 我们就是一直在看 我们到底有什么 我还记得 我们第一场领袖培训会 你们猜多少人 少过20个人 我们第一场这样的领袖培训会 如果没有错 应该是16个人 包括我在内 16个人 那一天那一场 我也很害怕 我跟今天一样害怕 你们不相信啊 真的是这样 所以那一天 从那一天开始 我们都已经觉得很好了 那一天我们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跟Sharnie讲 Sharnie 你记得我们在 Sepan Golden Palm的时候 我们搞那场领袖培训会 我们已经觉得很大了 那是多少人 200多人 我们已经觉得 我们很成功了 我们可以group到 200多个领袖 各位 那个时候 我们已经很珍惜 我们有的东西了 我们已经觉得 那个时候是最好的 所以从这边 我们可以发现到 你们不要以为 这个很大了 你懂吗 对吗 可能三五年后 你看回来 那时候 我们在 KL MICE那边 很好笑 3000人而已 叮叮 叮 这样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有绝对有可能的 各位 不过我们今天 我们都觉得很大了 今天我们觉得很好了 不过就是从这边开始 我们再来 对不对 我们不会说 我们了不起了 懒惰了 整天 游山玩河 每天花天酒地 不是这样的 所以 从一开始 就是这些人 相信我们 那是最不应该相信的时候 他们相信我们 最不应该会有今天 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一批 新加坡人 和 马来西亚大三角人 我真的需要 全场 3000多人 最热烈的掌声 给这些人 我非常非常感恩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对他们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因为我知道 我有这样的责任 他们 一定要成功了 所以有时候我对他们比较 有时比较不客气一点点 还甚至有些用 有时用了一些技巧 让他们 很紧张 不过我的 相信我 没有恶意 我一点恶意都没有 我想要 前面一批人成功 而变成我的责任 好了 第二种人 除了开始的人以外 就是现在的人 现在reway有的人 因为今天的reway将会 现在的人将会导致 明天的reway会是怎样的 所以在这里我真的需要感谢 我前排所有的 那些 team elite members team elite leader 还有所有的elitry star 所有的diamond star 真的 感恩你们 就是因为有你们 reway才会赢到现在 因为有你们 reway才有可能有这样辉煌的业绩 在直销界里面 当然还可以忘记 这三个人 哪三个 就是我们的公司的副总裁们 我一个一个分享一下 刚才我讲了 Cordia 他不是在reway才跟我的 我们已经配合了十多年 我加入直销 一个月后 我就所持他了 他以前是我的下签 他也做过我的助手 他也做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从他以前胖胖 到现在瘦瘦 以前很胖 那么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 当我要 去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 我也没有跟他解释的 我跟他讲说 走一起去 比如说我从这个公司去到另外一个公司的时候 他可能在谈这个公司的产品 这个时候 谈到一半跟客户 我打给他说 我要离开了 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 他就 他发电话了过后就跟客户讲说sorry 他就走了 他 没有怀疑过的 从一开始 我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 我会有今天 今天 reway会有这样的阵容 其中一个最大的工程 就是Koreon 真的 他是 是 市场的VP 你要记得 你要知道 两年前 他对市场是一窍不通 完全不会 完全没接触过市场的东西 两年后的今天 两年后的今天 当他我跟他讲说 你负责 他没有说 我不会 我都不是做这行的 你叫我卖东西可以啦 他没有的 一句话都没有讲 他做到今天 Bertia做到这样的 这样的样子 这样的品牌 每天 所有三个月 一次的大会 做到 比专业 人 还要专业 做得比 外面 什么品牌 做什么大公司的品牌的人 做得还要好 真的 从他身上 我们真的必须要学到一些东西 你不要看他小小只收手 里面的确有非常多东西让我们 去模仿和学习的 所以需要你们一点甘愿一点的掌声 给 发烈 那么Reway一年半后 我知道我开始Reway一年半后 开始有一些人 开始有一些组织 我们开始搞一些活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 Dr Kenny 刚刚好就从他之前那家公司离开 他之前那家公司就是我 之前的公司 我是那时候的CEO 那是我离开 因为我们了解他们股东之间的问题 就当我离开的时候 他并没有离开 这就是他 这就是Dr Kenny的性格 他不会说 这么容易就放弃了 他看到我放弃了 他不会说 放弃了 他就跟着我走了 虽然那个时候我们是很好的 我也知道他是这样的人 所以不找他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找他 不过你们相信吗 我那个business development的位置 就是一直留给他的 等他来 那个时候 因为我很清楚知道他是怎样的人 就算公司 他当他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的时候 当他扛起这样的一个责任 当他知道他有这样的责任的时候 就算上面的人全部放弃了 公司都放弃了 他还是站在那边一直在坚持的人 我看过 当公司都不发薪水了 当公司都不发奖金了 他都可以想方法去借钱 去贴他之前答应过的人 传销商也好 员工也好 去搞定这些问题 就是因为这样 这是这样的一个人 今天我们看一个人不是看他好的时候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个人是看他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反应的 我看过 所以我知道这样的一个人 是在市场上很难找的 所以我留了一个位置在那边 一直到 我知道他那边一定会死的 那个时候 所以一年搬了 我经过他的弟弟 他听到我 他就打给我 来了过后 我就大概知道了 我就跟他讲 你相信吗 我这一年搬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过后来给我偏偏一下就进来了 那么一进来过后 真的reway就不同了 reway就不同了 他进来了过后 一个人坐和两个人坐 他不是成二 他是被针的 从Gato Kenin一进来过后 reway就一直在被针 一直在被针 一直在被针 所以今天reway我今天 的确 Gato Kenin是最主要的原因 真的 要为了你们每天 真的 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一定会吐血 我相信他应该会 被加车加了一半 忽然间 吐血的那种 那种感觉 非常 尽心尽力的那种 真的 不是钱你懂吗各位 绝对不是 公司可以给他多少钱 而他会做的 你相信我 用钱是留不住一个人的 他就是这样 他 一承诺过后 他就会全力以赴去做的 一个这样的人 所以reway 真的非常非常的 幸运 被有他这样的一个人物 还有一个人 是我们reway开始的时候 当我在寻找 一些 马来西亚的一些路线 想要申请来生也好 这些路线的时候 就认识的一个人 我很清楚的记得 我在格邦的一个 见他第一次 我第一次一跟他聊天过后 我就知道 那么reway 这个operation的位置 是他做的 不过这个人已经做了整20年的职销 20年 虽然他样子看起来还年轻 不过他的确做了20年 那么 不过他做了20年过后 跟过不同种类的老板 大公司的老板 都是很身边的人 那么小公司也好 大公司也好 money game的也好 他都跟过 所以我怎样跟他谈 他都是 有一道墙在那边 不相信指销了 已经不相信了 那么 我跟进了他 大概两年 跟进到他有点害怕 那么 执销商嘛 我做过执销的嘛 所以我的跟进 我的follow up 是很 很可怕的 变成他 他以为我还要追他 不过 跟进 跟进 然后后面的时候 用一点技巧 想办法 骗 哄 什么办法都出 终于他一进来 我就知道 接下来十年的行政问题 解决了 我就知道了 有这样的人物出现 所以一进来 刚才那个 Joy有讲过 他的人也是这样 不做就不做 一承诺做而已 24个小时再做 他就是这样 所以我真的 刚才他们说 他们层面五个讲 Dr Lim 什么什么 Dr Lim 什么什么 我听了我想吐 真的 今天的reway 绝对不是我的 我最多可能做一个开始 然后在过程当中处理一些问题 做一些决定 这是我的简单的工作来的 今天reway会有今天 除了刚才所有的领导人 我们的管理层 我们非常 忠心耿耿 非常清澈的员工以外 reway会有今天 最大的原因 就是这个房间里面所有的人 跟我屁事 我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那么就是为什么 今天reway会有今天的结果 除了这五个批我们做对 主要的还是因为我们 因为有一群人 在保护着公司 在支持着公司 不过今天 现在是什么情况 那已经不重要了 过去是怎样的 那也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第三种人是什么人 就是reway 接下来 未来的人 对不对 那么未来的人就是 从这里的人 将来要成为怎样的人 和未来我们 赞助进来的人 对不对 那我们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到底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刚才我有讲过 就是我们人生的六大目标 我们成为一个更正直正派正面顶天立地 家庭和谐 身体健康 经济能力有 各个方面 知识 所有各个方面都好的人 而当这些人 有一群这样的人 他凝聚在一起 他才会有很大的作为 对不对 当一个人是这样 两个人是这样 还不够 当今天你可以想象 三五年后 在座所有的人 都成为一个 经济独立 经济上很成功 身体非常健康 家庭很幸福很快乐的一个人 知识很丰满 三五年可以学很多东西 外面很多好朋友 造成身边的朋友有正面的影响的 那么精神很正面很正派的 这样的一群人如果团结在一起 如果凝聚在一起 你觉得世界第一是梦吗 它已经不是梦了 我们才有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各位 所以我们要 今天V位是一个 组织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V位的一份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自己本身的责任 你们懂吗 你们有你们的责任 我有我的责任 在V位里面 一个家庭也是这样 一个家庭里面 爸爸有爸爸的责任 妈妈妈的责任 孩子有孩子的责任 哥哥有哥哥的责任 姐姐有姐姐的责任 对不对 要是任何一个人不负责任 他就会连累到其他人 会不会 会的 爸爸要是不负责任 孩子就要受罪了 妈妈要是不负责任 可能丈夫就要被 他的丈夫就要被牵连了 老实讲 我们身体也是这样 眼睛有眼睛的责任 鼻子有鼻子的责任 嘴巴有嘴巴的责任 手有手的责任 脚有脚的责任 心脏有心脏的责任 要是有任何一个 部分不负责任 他就会影响到其他部分 你的眼睛不负责任 会怎样 你走路的时候很有可能 你的脚就会踢到东西 在你的脚踢到东西的时候 你的脚会不会痛 脚会痛 为什么脚会痛 因为眼睛不负责任 你看 因为眼睛不负责任 影响到这个无辜的脚 对不对 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 今天我们是一份子 每一个人都是一份子 one star有one star的责任 two star有two star的责任 丁米利有丁米利的责任 飞马有飞马的责任 每一个人都必须负起他的责任 要是有任何一个人不负起他的责任 他就会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人 各位 今天我们在社会上看到很多人失败 并不是他们的没有什么才华或者能力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责任感的问题 他们不能够take responsibility 他们不能够负起 他们应该负起的责任 各位 我有我的责任 我在这里跟大家承诺 我会百分之一百的 负起我应该负起的责任 在未来30年里面 公司也有公司的责任 公司的责任就是把这五个批做好 我从来不会说我们做好不是因为你们 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 我们要把它做好 因为那是我们的责任 你们加入利位 你们觉得利位很好 因为是你们有眼光 你们从利位得到什么东西 那是你应得的 是你自己本身争取的 并不是利位给你们的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这就是我们想要贡献的那种心 对了各位朋友贡献 今天要是全部的人 都想要在一个组织里面拿东西出来的话 那个东西将没有任何价值 各位我们每个人要是能够贡献的话 要是我们能够贡献给这个组织的话 要是我们能够贡献给这个公司的话 整个公司就变成很大很大的价值 而我们才有可能贡献 所以不要整天问说 这个社会到底可以给我什么东西 有时候问你自己本身 到底我能够贡献一些什么东西给这个社会 到底我能够给一些东西 给什么东西给这个社会 不要整天问你的家庭可以给你什么东西 问你自己本身 你到底可以贡献一些什么东西给你的家庭 你可以贡献一些什么东西给你的 你的太太你的老公 你的孩子 不要整天想要从家里面拿东西出来 相同的 今天在公司里面 不要问公司能够给你什么东西 那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会去把它做好的 我们要想是 到底我们能够贡献一些什么东西给这个公司 我到底可以贡献什么东西给这个公司 我到底可以给什么东西给这个公司 要是每个人都准备给 要是每个人都准备贡献和给予的话 我们才有可能 达到更大的目标 实现更大的理想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话呢 我以这句话来总结 我第一家指销公司 就是因为我 加入那家指销公司过后 我学到 了解到传销 我读了很多传销书籍 那么我以前的老板 在我们很穷的时候 在我们 在咖啡店 跟人家谈的时候 喝咖啡都没有什么钱的时候 他身上只有10块钱 会给我5块钱的时候 我跟我自己本身讲 我会跟死这个人 那个时候 不过当我们做大的时候 我发现到人是会变的 当我们做起来 他成为一个千万富翁了 我发现到人变了 他已经不是当初我们配合的时候 人有理想还有梦想 他开始觉得他够了 他开始不顾 今天加入他公司的人了 所以那个时候 我记得很清楚 当我离开那家公司的时候 我送他一句话 这也是今天 我要送我自己本身这样的一句话 就是 财聚 人财散 财散 人财聚 今天 财聚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人财就会散掉 当 财散出去给每个人的时候 人财就会全部聚在一起 所以今天 Vivy为什么会这样 倍增的成功 就因为这样的一句话 而我们会一直 一路的一直坚持这样的一句话 因为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Vivy到底想赚什么的钱 我们也讲得很清楚了 我们一直会坚持这句话 而最后达到共赢的局面 所以这样的情况 我们才会真的凝聚在一起 我们才有可能 赢在Vivy 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掌声 Thank you 好 我们掌声送给Dr. Lim 我们掌声谢谢我们Dr. Lim 那令到公司 可以到现在 我们也不忘记了 那就是 我们的幕后 目前的工作人员 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今天的出席 今天 六个P 都已经把它 完整的送给了大家 那希望下来的日子 大家就为自己的人生 做一点东西 好 好 我 我 好 我